这个人是叫安全中 这位先生 是中共国不出所料的猎狐行动 在美国的执行人 同时身份不一般 他是数家高级 就是非常大规模企业的老总 是一个百万亿万富翁的存在 很有钱 还甘当中共国小马仔 这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人 他跟中共国很多高官都有很大联系 换句话说 离开美国投入中共国的怀抱 那他就可以妥妥的避开美国的追踪 中共国不会引渡了 没有引渡协议 那第三呢 就是他当时的危害一方确实够狠 然后当时社会影响力非常糟糕 这是2022年的一个提告 那时至今日还在审判之中 那这样的人实际上第一时间 就是在2022年10月提告的时候 果然他第一版也没有得到保释 但是呢 隔了几天之后 11月初 这是10月末最开始的时候 拒绝保释 到11月9号的时候 突然提出他也是在郭先生所在的MDC啊 这个人在隔了几天之后 突然说我要申请保外就医 虽然保外就医成功了 在保外就医技术之上的第二版保释 被又被拒了 到今年5月 我确认一下 5月25号 在5月25号得到保释 也就是他被捕 这个在MDC里边待了小半年 半年多的时间之后呢 获得保释最新的一个动议的 就是被告方的律师啊 他们要求修改保释条款 这位安全中先生啊 他要求就是每天 他希望送孙子上学 这个人还可以送孙子上学每天 对吧 那就代表身体状况完全不至于说成为 就是必须卧床 还不至于丢掉性命 所以才允许他保释的程度 这是这位也是富可敌国 非常有钱的一个存在 还是干的是最脏的活的存在 跟中共国有无限苟合的一个存在 那他得到的保释啊 各位战友 我们本来都不应该保释吗 而且郭先生现在的健康床框 也同样需要保外就医 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情况呀 那这个案例对于我方有多有利啊 所以